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掉了零食竟然有狗仔不偷吃 原來牠是P排杜盲犬 在學堂受訓 五獸外內的食物誘惑是訓練之一 究竟牠有多厲害才找到工呢? 馬上去杜盲犬學堂看看如何特訓 狗仔要識得帶領主人避過障礙物 還認得巴士站 坐車的時候又懂得幫主人霸位 被主人坐 如見同類都不會分心 連去廁所都有特別方法 綁個袋上去方便排斥 還懂得帶主人去找垃圾桶 做音指令有獎賞 學堂內還有其他設施 讓P排杜盲犬熟習真實的環境 學會這麼多指令是時候找工了 到蠻犬這份筍工都要找老闆 通常我會找個合適的視障人士給牠們 通常我們會考慮狗仔的雜性 去配合視障人士的生活模式 和習慣餐工就隔不中 如果幾隻狗仔都適合同一個視障申請人 就會安排人和狗試一齊行 看看哪隻最合拍 就是這樣 視障跑手Freeman 和杜盲犬Memo一走鐘程 有兩隻狗給我試 因為無論部速、高度、合拍性 都覺得牠比較適合我 T排時代我們曾經訪問過Memo 相隔兩年 不在業的Memo更加聰明 主人Freeman喜歡運動 大青早去跑步健身 牠就在路邊守護主人 帶著主人上樓梯 以及和主人一起上班 等主人可以安心幫客人按摩 基本上我去哪裡都帶上去 我自己有跑步、有行山 但有了去之後 很多時候都帶我走 或者跟我一起走的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放心一點 不用別人照顧我這麼多 牠已經成了一個標誌 人家見到我都可以養老 那時候我出街搭車 甚至乎去買東西 人家一見到牠就 很主動過來幫忙 最記得就是 第一次跟牠搭 他一上車見到椅子 就不用說那麼多 衝過去就幫我霸位 那些大貓幫牠搶位 上班工作 牠不乖的時候 我都開心 因為在我心目中 其實在現在來說 沒有了牠 我覺得是沒有了自己一部分 喜歡去世界各地跑馬拉松的 Freeman 還有一個心願 接下來就會跟牠一起去拍攝 希望哪裏都可以跟牠一起去 祝福牠的還有牠